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凌,习乎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感谢您的收听 第320集 夏小兰做好事不邀功,是因为她没把这点钱放心上 她虽然不缺钱,也不会让几十个人大鱼大肉胡吃海喝 烤生餐讲究的是营养均衡搭配 平时没啥油水的肠胃,冷不丁享受了大鱼大肉 吃的时候拼命往肚子里塞,事后多半要拉肚子 食物干净卫生,最主要是新鲜就行 夏小兰和这些人吃的东西也一样 菜多一点,主食的米面少一点 同学们,米饭和面条这种淀粉含量高的主食 吃多了容易饭困,大家下午都还要考试 多吃点蔬菜吧 这是夏小兰的经验之谈,有人将信将疑 不要钱的饭菜,多吃个馒头咋啦 但要伸手去拿馒头吧,到底心有疑虑 跟着夏小兰同学说的做,不见得会全对 但总不至于试错 小兰同学肯定是为了大家好 从省城拿来的卷子都会免费给他们用的 预考一共有两天 有了夏小兰提供的饭菜 老汪又认真负责,让每个考生都保持住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预考期间没有一个考生病倒的 别管考场发挥的咋样,起码身体上没有拖后腿 预考的科目设置和高考相同,是高考的提前演练 第一颗考语文,最后一颗考英语 夏小兰最后一颗最轻松 考完试离开教室,医中的考生们追着对答案 谁都知道夏小兰英语经常满分 她的答案就是标准答案了 小兰同学,我感觉这次英语不是很难啊 我也觉得 那第一题是选B吗 不是题变简单了,是他们的英语水平有所提高 底子差的人其实也很好进步 想要从90分提升到100分不容易 可从30分提升到50分 那真没有多难 老汪拿着名单冲过来 念到名字的,赶紧上车了 把你们载到奉献考试,还要全部载回去呢 汪老师,让我再问两道题 老汪一巴掌拍在她肩膀上 都考完了,预考的成绩出来得很快 回学校等着 老汪问夏小兰咋办 夏小兰是不打算和大部队一起回安庆县的 嗯,我就和我亲戚一块走 汪老师,您别担心我 奇怪的是,孙田也不回去 说自己在奉闲还有事 老汪也没说啥 孙田本来就是孙校长派来照顾夏小兰的 和夏小兰待一块挺正常 小孙,你可要亲自把小兰同学送上车呀 招待所那边 招待所那边我负责退房 孙田抢着回答 老汪要管着几十个学生 一摊子事呢 孙田愿意分担点最好 等班车载着大部队离开 夏小兰才扭头问孙田 孙老师,您是不是有事要和我说啊 孙田忍得很辛苦啊 夏小兰也就假装配合下 这两天都没追问过 李栋梁认为这时候能告诉夏小姐这件事了 孙田说不清楚 就由李栋梁来说 您跟着我们回招待所看看吧 孙田心慌意乱 也没注意到李栋梁对夏小兰是尊称 回到招待所 在李栋梁和葛剑的房间 夏小兰看见被绑在椅子上的赵刚 预考进行了两天 赵刚就被关了两天 除了让他去上厕所 李栋梁和葛剑从来不会松开他身上的绳子 吃喝上也就给点点东西 维持着赵刚不被饿死就行 李栋梁和葛剑可不会好吃好喝伺候着赵刚 夏小兰见到的赵刚 就是一个虚弱的受到两天虐待的俘虏 什么时候抓住的他 夏小兰都不问为啥抓他了 赵刚就不该出现在奉贤室 能被李栋梁和葛剑关起来 肯定是想对他使坏呗 李栋梁就把前晚的事讲了一遍 把赵刚关起来的两天 李栋梁也问出了很多东西 原来孙田拒绝赵刚陪同来奉贤 赵刚就没在学校待了 直接请假提前到了奉贤 老王给夏小兰安排了哪个招待所 根本不是秘密 赵刚在同一个招待所开了房间 夏小兰等人还没到 他就躲在了招待所房间 等到晚上了 就带着工具来开锁 他敲门进去 想干啥 一开始还嘴硬呢 说是要找孙田 赵刚坚持称 孙田是他女朋友 这件事就是男女朋友的纠纷 流氓罪都不好定性 不过被李栋梁和葛剑收拾了一番后 赵刚骨头不够硬 到底还是把真实的目的说了出来 李栋梁把他嘴巴里塞的臭袜子拉掉 让他当着夏小兰再说一遍 孙校长说要清静 就给开了招待所最贵的套房 这房间太隔音了 整层楼只有两个房间有人住 赵刚呼救无门 又是被打又是被饿 也没力气呼救 我说我都说是有人往我的门缝里塞了五百块钱 让我阻止夏小兰高考 如果我成功了还能给我更多的钱 夏小兰都快被气笑了 阻止高考的有那么多方法不用 大晚上来撬房门 他就说吧 这个姓赵的眼神不正 拿了别人的钱是真 他自己也想趁机干点坏事也不假 说 谁给你的钱 赵刚支支吾吾的 说前世信封装着塞到门缝里的 他也没看见人 到了这时候还不说真话 夏小兰不想和这个怂包说话 算了 直接把人送派出所好了 让公安问他 是夏紫玉 就是他和我说过话 他问我喜不喜欢你 问我想不想去孙天 还说不想让你参加高考 晚上我回宿时候 就发现了信封 别送我去派出所 我知道错了 夏小兰理了好一会儿赵刚的逻辑 也就是说 这人贪图他的美色 又贪图着娶孙田老师能带来的好处 最开始是想两者兼顾 夏紫玉让赵刚阻止他参加高考 事情成功后 会给赵刚一笔丰厚的报酬 赵刚又能拿着钱去娶孙田 夏小兰都给气笑了 孙田站在原地 想找条地缝钻进去 想到自己曾经和赵刚这种人掰扯不清 孙田完全不能接受 这个男人太恶心了 根本不配当老师 赵刚撬房门是想趁机干点啥的 在他想来 只要他得手了 夏小兰多半会吃了这个哑巴亏 女人遇到这种事会去报案的很少 反而小心翼翼捂着 生怕被别人知道 夏小兰要是敌死不从 赵刚也有说法 就说自己是来找孙田的 结果走错了房间 还被女学生给勾引了 反正事情成不成 夏小兰都别想参加预考了 哪个女孩遇到这种事 还能全无影响正常考试呢 招数是很下三滥 却很管用